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我今天的主張 瑞珍大哥他長期在台中好地坑新聞 他目前是在自由時報台中都會新聞擔任副造極的工作 他關心地坑政治的發展很久 而且我澳明的碩士論文是寫相關的題目 然後瑞珍大哥他也跟我們哲學系畢業 因為他是政大哲學系畢業的 今天跟我們講的主題就是解構地方新聞 看不見的前全地方派系 所以等一下我們的瑞珍大哥會談到幾個不同的區塊 第一個會談到地方政體 尤其所謂地方派系的生態 如何去影響地方的選舉 地方的新聞 地方的政治等等 所以在我們的概念之下 地方派系其實在90年代是非常的強大 可是在2000年其實很有趣 2000年之後呢 地方派系曾經一度的視為 尤其民進黨執政之後 地方派系不死亡 甚至代相投稿也很多 但是我們這幾年又開始聽到地方派系 是它改裝成不同的方式選戰 所以等一下我們的瑞珍大哥會跟我們談一下 他在中部地區所觀察到這些地方派系 他的視力 他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就談到選舉新聞 因為我們的選舉 我們的六度選舉在年底就要進行 我們談一下這些地方的選情 新聞報導到底是如何進行 然後他會給各位分享一下 如何去看地方選權的新聞 第三個呢 可能也會回到我們更高的一個問題 地方新聞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那這也是我們這個獨立媒體 工作者學會要思考的 地方新聞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所以今天我們 對這三個東西 我們會一一一的去談 那我們就先 請各位一起掌聲歡迎他 好 請大家 剛剛有這麼大的同學說 有修地方政治還是地方派系的課是哪一位 你修的是地方政治還是地方派系的地方事務治理 是台灣政治的行動名長 剛好有 台灣政治經濟發展裡面的一部分是不是 裡面有產到地方派系的 對 那老師用的禮婚基礎是什麼 因為是台灣政治的行動 對 他有用什麼樣的禮婚基礎去詮釋嗎 等一下 隨便講我不會出賣 我會讓你老師知道 結果很可怕 OK 今天我要大家對地方派系的這個 特別有興趣 那其實我今天主要 譬如在於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是整個論述的一個小部分 主要是在地方政治這個議題上面 那地方政治它的涵蓋的 要討論它一定會討論到地方派系 那討論地方派系一定會討論到NB是從 但是也有很多的方式可以來理解地方派系 包括什麼我們用社會智能的觀點 其實地方派系在某個時候 跟黑手黨的一個著重方式是一樣的 OK 我們也可以用賽局理論來看 例如很簡單 高雄最大的派系 最堅強的派系是誰 剛過世的余承玉琳 黑派 黑派跟國民黨的關係是怎麼樣 選擇不合作 也可以用賽局理論 這很多東西我們來看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個很好玩 所以大家來看一下 看你們對這個東西的看法 這個東西很久以前的一些小新聞 可是我覺得小 而且也有一段時間了 這是很有趣 來我們來看這個爸爸 這剛剛有一條小路很小 我記得在十米路而已 每一年都給你鋪 然後每一年鋪一次 他沒有拋煮就重鋪 那這條這個工程都是某一位市民代表 他要求市政府這樣做 而且他做的時候 很好玩就是說 你看他旁邊的那個老廚 老廚他的路面比老廚還要高了 大概二十公分 大概半台尺以上 那當地的領長告訴我說 他十二年前搬來的時候 他的房子比路面高一個台階 過了十二年之後 路面跟他的房子的台階是一樣高的 你們看這樣子一個新聞 你們有沒有什麼樣的感想 好 這是一個小小的個案 你有沒有看過人鋪路 鋪到一半 欸不好意思喔 這條路是我爭取的 我是鄉民代表 那這個人不支持我 所以路鋪到一半 因為這個人不支持我 所以要求包商 他的門口的道路不能鋪 你有沒有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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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 不敢 OK 這個新聞多好玩 你知道嗎 這個我去現場 我就問包商 你有沒有什麼人 人家的人口的公圖 那個包商的公圖 跟我講說 代表老大 不可以 我們不敢為北北 代表的意思 我說 為什麼你們不敢 就被其中的處理 工程館都要經過他 好 來再來看一下 一條路 二十公尺兩條橋 前面的新橋 跟後面 你看背景的新橋 距離二十公尺 有需要嗎 有需要嗎 來 這個東西 牽涉到一個東西 省政府廢除之後 很多的省政府的法規 他也就廢除了 法規廢除了之後 他變成依照地方自治的新程 地方政府 縣市政府 要制定相關的法規 也就是說 都市計畫外面 你要蓋一個孤寮 他的以前的母法 是在省政府的法令裡面 省政府廢除之後 縣市政府要自己制定 非都市計畫的範圍內的 相關的建築法令 結果 法令都沒制定 一個孤農要申請孤寮 花了兩年多 通通都不過 他的孤寮 沒有什麼特殊性 也不是沒有什麼危險性 一個鄉孤寮為什麼兩年多 那這個問題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那時候去問農業局局長 農業局局長說 法無不準 這次舉說依法無據 請問問題出在誰身上 那好 你們看這樣子一個行政 一個行政現象 各位有什麼感想 他沒有制定這個法律 然後你東西來 我就給你放的不過來 農業局說 農業局當然他站在農民的立場 他說法無不可 為什麼啊 為什麼你不合 這有接受到一個東西 你們看各位讀行政法要知道 行政法法律有疏漏之處 利益歸於誰 弱勢或人民 對不對 但是沒有人會這樣 公民的人不會這樣解釋 好啊 所以一個說依法無據 一個說法無不可 但是 真的要看這樣子單位是建設處 這個一樣 類似的現象 一個公文 跑了三年 等一下我沒辦法 來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新聞 彰化縣大城鄉 有兩百 至少兩百多公頃的土地 被濫 濫濫當漁溫 我這邊有寫到 大概是兩百多 兩百多公頃 至少兩百多公頃 四百多啊 然後 能夠 能夠有那個力量 有那個 而且都偷接水墊 能夠有那個力量 有那個能力去濫 那麼大的台股新生地 當漁溫 請問是誰 那他們跟現政府有什麼關係 彰化地檢署 這個 我寫這篇報導 大概兩個禮拜前 彰化地檢署準備收網 準備要收網 也就是說 要去查 要去 可能要帶人 那OK 在彰化地檢署又去的 前三天 彰化地檢署 彰化地檢署 帶著一大堆人 去現場勘察 然後啊 還發行文稿 說 這個 彰化地檢署 縣政府絕對秉持 依法行政 怎麼樣 怎麼一定 嚴格打擊不法 結果好 他這本一稿 所有的 當地所有的人 全部跑光光了 畢檢署 棄掉死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看那個檢察官 怎麼說 這個能放大嗎 來你們看第一段跟第二段 倒數第三段 彰化地檢署署長 胡翠芳 他的說法是 你把先摸摸做好就好 不違法的事情 不用大專區不宣了 其實他已經講得很明白 你彰化現場勘轉鋼盟 還有這些 弄業局這些人 你去那邊這個行動 根本就不是要依法行政 根本就是 你是在警告當地的人 說我要動作了 趕快大家跑 為什麼 違法的人太多了 我一個一個聯絡 叫你們趕快跑 恐怕連我也會死 那不如我就以我的公權力 我跑去那邊做一場秀 所有那個時候 有一個檢察官跟我講說 那個時候在監聽 OK 監聽 你知道從那一個縣長 還有去那邊看場之後 所有的錢全部都關 所以說所有的電話 大家都不聯絡了 然後人來西往的那個 因為他們海埔地啊 道路很少 所以你只要一兩條 道路封諸裡 就全部的人大概都跑掉 除非猶猶到對岸 OK 全部 所有的人都不見了 電話全部都沒聲音了 也就是大家都不聯絡了 我剛知道其他官員監聽 好 這是一個 這個 比較那個 還是這個不管他 你們 在你們的認知裡面 有沒有業者直接拿著公文去找 官員該章的 在你們的想像有沒有 可能會有 但是後來這個都是出文明 這個都是違法合章 那各位看了這麼多 有想到什麼嗎 古今要修復 要依照文化資產保住法的規定 必須有一個這樣的程序 但是啊 市長 市長就說啊 白鴻魚肉給我歡迎啊 這金乳潑潑爛爛的啊 所以就怎麼樣你知道 在古今的大門前 也是古今的範圍內 就是廟城前面給你蓋一個金乳 請問台北市政府敢這麼做嗎 台北市政府有沒有這樣做 這破壞古今耶 今天假設說啊 地方人士說我希望 在古今前採一個 我市長的肖像 應該採上去騰而已 對 OK 這個你們有沒有 台北市有沒有發生過 對 天龍果是比我們水準高一點啊 哈哈 好 各位看了這些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想法 是不是狗屁倒造一大堆 這樣不打一大堆 而且這中間牽涉到什麼 違法 第一掛勾 萬三勾結 還有就是 我不管你怎麼樣 我是市長 我是行政所長 我是民意代表 我就可以這樣子做 是不是很假 我管你法律怎麼管 好 地方政治 各位想地方政治包括什麼 你想像得到就是 如果以台北市為例 那就是台北市政府嘛 對 台北市議會嘛 地方政治其實不是這樣子喔 各位對政治的看法是怎麼樣 以我個人的認可 那政治的一個定義很多 我個人是認為說 政治的定義在於說 價值跟資源的權威性分配啦 權威不是威權 權威性的一個分配 那權威就必須具有一定的正當性 那好 我們現在想說 地方政治一定都是在於 地方的行政跟地方議會其實不白 各位想想看 牽涉到地方政治的還包含哪些 農會算不算 漁會算不算 漁會算不算 人民算不算 產業職業公會算不算 台北市同業公會算不算 統統都算 那個以前 軟鋼門在彰化現場 軟鋼門的時候啊 彰化每一年都會辦 藍錄音的一個官 掌鳥活動 會變恐竅一定會經過八卦三萬 那好 十年之後 軟鋼 那個風鈴金珠上台之後 他把延續了十年都委託鳥會辦的活動 交給地方的社區發展學 和社區居民去做 請問這樣子是不是 政治分配的過程 然後他告訴你說 我為什麼會這樣做 是因為我希望社區民眾參與 這牽涉到什麼 價值觀 對不對 價值觀的認定 那我把錢給社區發展協會 而不給鳥會 已經辦了十年鳥會 是不是一種資源的全微信分配 好 那我們就這樣來看啊 你要談地方政治的話 你就必須要談論道 你就會出現地方派系 那我跟各位談一個很簡單的 十幾年前我遇到 你們知道游月霞吧 啊哈游月霞 國民黨要硬起來就是他講的嘛 各位沒像啊 連載也要硬起來 對不起 連載也要硬起來 是他那個 OK 游月霞有一次在 袁林鎮的那個 鎮代表會主席 他已經過世了 高有項的一個官邸裡面 然後就跟我講說 欸張記者真的有跟你講 我要選現場 我說好啊選現場 好啊好啊 都好啊 他跟我講說 張記者 你有沒有辦法幫我找十分的 然後我說啊幹嘛 你找十個人來幫我 以後我們只要掌握到現場 我只要當選現場 我會分辨你一個職務座 我分辨你一個職務座 那十個人 你可以把它安插 就給你安插 然後這十個人再去找十個人 變成一百個人 一百個人再去找十個人 變成一千個人 以後最大的 最大的黨 他是說黨喔 就是游月霞黨 他就跟我講 欸他講的非常有道理喔 地方派系怎麼形成的 是不是靠這樣子 他考的是什麼 人具的網絡 某一個程度的信任或期待 共同的價值 A錢 卡關位 然後至於說 我有 我能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就說 反正我有給你安排之後 你先去找人 找了之後 他們找十個再找十個 這很典型的社會資本 對不對 網路信任 還有這個 搞在一起 好 那麼我先跟各位講幾個 比較好玩的事喔 各位知不知道 兩年前 花坦 彰化的花坦 現在下場 兩年選三次 第一任 第一個選舉 這個我有簡報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個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其實電子媒體有報 但是明明媒體比較沒有報 在這裡 母弟子滿跳手從落選 彰化有一個人 她是做殺死長處 這樣叫十八分 她的丈夫是黑道 也被管訓過的黑道 那這個世華門她是女性 那她曾經 剛剛其實有一個檢報裡面有提到她 去拿著公文 逼官員 蓋章就是她 她選上了花坦 想著鄉長 她的兒子選上了花坦 那邊的議員 OK 結果母子通通因為買票 買票所以被解除職務了 那解除職務的時候 第二高票 那是不是出來當 就可以當了 那第二高票的人 也因為買票被解除 後來兩年選了三次 為什麼兩年我有選三次 這邊還有一個故事 電子媒體有報 那我記得 我平面媒體 我沒有看到可能的地方版 彰化有一條 有一條水溝 那水溝旁邊都是 我們以前 我們現在說的叫性工作者 那講難聽就是 所謂的獅長 獅長有一條 那這個施華坦當選之後 他的丈夫 據傳 丈夫就跑去當地說 我母子現在是鄉長 所以我也要去一間 他沒有消息怎麼來 你們每間都派人 會來我家做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彰化的警察非常緊張 後來就把那一處 那一處 那一處好像是叫做 花坦醉膏病的四張料 大概二十幾棟 全部都產足了 這邊回去Google一下就有了 那至於這一段 這一段電子媒體 那當然絲毫把那本社否認 由此一說 這個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講 第三個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第二個 第二個這個你們現在有知道 卓伯源當了縣長之後 他的弟弟卓伯仲 親戰了這個 然後買了一袋 你們有沒有收到 有沒有收到失袋 一個失袋 連台北都有 連台北都送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 還有菜碗 所以你送給辣 我們才有湯山碗 所以我就覺得 有沒有收到菜碗 聽說把他公司後來拿來 當那個週年慶的紀念品 對不對 因為太多了 發不光 那這錢哪來的呢 一部會是募款 OK 假設你是彰化的廠商 左燈門說我是卓伯源的弟弟 不好意思我們這邊需要敬畏 請你贈出的兩千幾功德 我們一個絲帶送給人家 增加彰化的文學氣質 請問你敢不捐嗎 你如果是當彰化的廠商 你敢不捐嗎 這個其實在十幾年前 我選須美鳳當文化 當新竹文化局局長的時候 也有此傳說 我只能說傳說啦 OK 各位剛剛看到那麼多 你知道我們哲學上有所謂的實然 跟一個應然的命題嗎 如果說地方自治還有民主制度 在實際上是不是最好的一個政治體制 以目前所有的政治體制來講 它是最好的 我們由我們選出我們想要的代議士 選出我們想要的地方的首長 而他們一定會在某個程度上 依我們的意見去行事 那麼一定可以到達一個最好的一個選擇 政策選擇的一個目標對不對 或許某些時候是會比較差距 但是至少是我們甘願如此的對不對 例如說這地方建公園 還是要建停車場 由我們居民自己透過代議士 還有這邊來做決定 那實際上出現的一個實然的一個現象 你們看卻是什麼 第一個 你們剛剛看到那麼多 其實第一個是自理失敗 或自理失效 我們不是說統治 而是說自理 剛剛那個我們剛剛看到 核發公園那一些東西 怎麼會有相撲掉兩年弄不出來 怎麼會身體的暗腦變三年弄不出來 OK 那這某個街是不是很張政治理 是不是很張政治理 對不對 一條路 一條路就有了瀑布二十年 而且從不保存 為什麼才敢不保存 那是不是代議士司令 或民主司令 某個程度來講 是不是 地方政治是不是呈現這個事 OK 地方政治具有高度電力去除兩面的特性 各位想想看 這個東西其實媒體都有報導 很多需的人研究 有百分之至少百分之四十的地方政治人物 跟黑道水管 或是有黑道的背景 或者本身就有錢 又有更高的比例 本身是有群單關係的 那OK 如果說我要靠買票 我要靠黑道 或者說我必須要 要做一些糟拌 喝酒 跟地方人 地方居民涼香 跑分當起性 我才能夠當 請問優秀的人 要不要當 很痛苦的 如果老師你來 你來主持 你來主持 非發台像相長好了 他的行政能力 絕對沒問題 但是你究竟要去 冠冠 民主 既致辭 遭拌 這些東西 可能就有問題了 OK 還有最重要的 要可能要什麼 還要可能要買票才會當選 請問優秀的人才 要不要去做 我寧願去賺錢 我寧願去做 我幹嘛來選主 我如果是優秀的人才 萬一我選上 也是很受不了 我其實我遇到過 20年前我遇到過 一個那個 龍井鄉代表會 他有數字學歷 所有的裡面 龍井鄉代表會 百分之一半以上 都只有國中或高中 只有他有數字學歷 但是他就是不習慣 後來他當了兩天之後 他還不做了 具有強烈的業幣居住 兩命的特例 所以優秀的人才就不進來 OK 剛剛會有那些 為什麼花檀香三年補選兩次 為什麼會這樣子 問題出在哪裡 各位讓我問題出在哪裡 剛沒法的已經知道 一定要選一個 具有黑道便寫 而且是經營殺死出來的 問題出在哪裡 選民數值 選民數值 所以各位看一下 有什麼樣的選民 就有什麼樣的政客 其實這跟新聞媒體一樣 有什麼月經者 就輸造什麼樣的一個新聞價值 媒體 選民去塑造什麼政客的一個偏好 和政客都去塑造選民的一個選擇的一個偏好 兩者互相的塑造 好的話是什麼 向上提升 壞的話是向下成人 對不對 所以台灣地方政治的亂七八糟 還有一些黑心現象是怎麼 問題是出在哪裡 除了制度之外是出在哪裡 選民眾榮的一個結果 對不對 好 你以花台相相的為例 你看選三次選兩次 前兩個都會選 都會選 都當選 如果會選的人 他是落選的話 就不需要補選 但是選民很奇怪 第一次選一個會選的 第二次還是選會選的 直到第三次 大家不敢買了 OK 才選出一個沒有會選的 問題就在哪裡 公民數值 對不對 這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公共選擇理論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了解 沒關係 還有禁租 禁租跟公共選擇理論 這個沒關係 在某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次也呈現出一個困境 大部分就是說 我們實在是 我們的公民沒有辦法去監督他們 某些時候沒有辦法 覺得 然後地方的官僚 跟地方的政治人物 他們就會把他們的利益擠大化 把他們的利益擠大化 這邊我有兩個小故事 第一個我就先不講一時間關係 第二個我就跟我講 這個 我剛剛從彰化調到台中的時候 台彰化有一個很小 學生只有三十多個一個小學校的一個校長 跑來找我 他跑來找我的時候 他說 他說 他剛剛當 雖然是小學校 但是他認為要好好的做 他第一次當校長 第一屆當校長 他說 他列了很多的東西 希望憲政黨能夠補助他 把這些教育設備給補足 OK 結果他很聽話 造成去走 到了教育局 教育局跟他講說 你才知道 男人跟男人都知道嗎 所有學校的經費 一定都要經過民意代表轉上來 他就嚇到 他說 怎麼會這樣 他去找民意代表送這個經費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問題是 但是 為了他欠你代表人情 那民意代表 萬一代官說 我們要按插個工友 我們要按插一個代課老師 他們不同意嗎 那好 我們想想 為什麼 而且他還說 是縣長卓國人交代理 縣長卓國人交代理 只要學校生理經費 一定要經過民意代表的手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為什麼 民意代表欠我人情嘛 對不對 不然你學校欠你 民意代表人情 你們自己去做嘛 但是你覺得很奇怪 一個好好的學校 一個教育要這樣搞嘛 所以是什麼 把意義跟校義 極大化的一個經典案例 對不對 後來你知道我怎麼教那個校長 我說很簡單 你把所有的 所有當地有五個議員 他們那一區有五個議員 你五個議員就找他們連署 他會有一些比較差跡的議員 來跟你囉哩囉嗦啦 說你欠我一人錢 我才說我們學校課門 你那五三會五要查一下 那很簡單 你去找一個或兩個當地又比較輕 比較輕又比較資深的議員 你來請他來押正 由那個議員去押其他的議員 我還是叫他這樣做 來各位NB四重 有沒有聽過 NB四重 有 我照顧你 你服務我 然後換取利益 那NB四重這個東西 你提到台灣的地方派系都會提到這個NB四重 那這邊有NB四重非常多的典型 我是依照朱漢雲他的一個論文 就是這些東西 那各位想想看 各位想想看 想想看 台灣最經典的就是台灣的所有地方派系有超過 然後我記得是47% 如果沒記錯 都有經營地方合作社 或者是跟地方信用合作社很為熟 那這是屬於什麼 特許行業 各位了解NB四重的一個關係 NB四重 我最簡單的 我照顧你 你服務我 然後你服務我 服務得好的話 我給你一定的利益 我NB你 那這些NB有這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有沒有人去過 新色古堡 非常大非常漂亮 新色古堡 全台中最大維艱 我不敢說是全台灣 最大維艱 這一個 這個是 台中縣歐牌 歐牌的大老他開的 那他是怎麼做的 你想想看 你在這個地方 這麼大興土木 農業局 台中縣政府會不知道嗎 OK 這個議員私底下跟我講 這位議員 楊國昌私底下跟我講 他說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子 包括親近的民宿 還有很多地方的這些 類似的現象 模式都一樣 OK 如果我們以大小的 我們不談 小小的可能會發生 我們以大型來講 這麼大型 一百多 數十公頃 大概一百零幾公頃來講 大概跟校園 跟這麼大塊一樣 這麼大一百零八公頃 那他們的做法都是先做下去 然後利用政治的力量 讓你行政單位不要插手 那行政單位 可能收了某些好處或什麼原因 他就假裝沒看到 沒看到之後 這個開始營業了 相關的人也都退休了 OK 然後我再要求你政府怎麼樣 就底合法 都一樣 親近的也是一樣 OK 那這個就是 在921大聽證之後 就開始開騰了 那依據姚永昌議員的那種 講究 台中市的歐牌的大老 他就是先去爛騰 然後他爛騰之後 他再請台中縣政府農業局 你就先講到看不到 農業局相關有一個所謂 農業事業輔導科的科長 就給你裝傻 什麼都給你裝傻 我不知道我沒看到 什麼都沒看到 好等到開始蓋好 開始營業的時候 那個課長也退休了 那麼等到檢察官來 查後來這些 來拆這個反覆 我有定還回去的時候 他們都已經營業了 大概10年了 都已經造成計程事實了 然後我就是等你政府給我 就地核發 就是這樣子 到現在還在拖 就是這個 然後是政府才推 推薦經典 推薦大推薦 特學說 特學說 那這個很點心 但是 各位在想 NB四種這個東西 談論的非常多 但是在某些時候 都沒有實證的證據 比如說你看 台灣在1980年代 很多信用合作社 掏空擠兌 有人 有人 有誰有證據說 這個是國民黨總統的 或是國民黨默許的 都沒有證據 對不對 包括 包括蔡承舟 誰有證據說 是 財政部部長 眾同他 或默許他 誰有這個直接證據 沒有 所以這個NB四種 它有一個確訊 它在史證方面 政治本來就是這樣子 很多取代方式 抗抗的 你來我往 這種私底下的交易 沒有人會知道 除了當時的人知道 但是我等下 各位講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就是真的有內幕的 社會資本 你們都知道嗎 我剛剛提到 因為很典型的社會資本 我們現在想想 日本的黑手黨 義大利的那個 日本是幾道 三口五幾道 還有義大利的黑手黨 他們為什麼能夠著張 他們著張的溫床是什麼 政府治理失敗 對不對 制度有很多的漏洞 司法政治不張 司法貪污 只要有這些 他們就可以做大 而且取代政府成為資本 力量 好 那你們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們惡劣的地方排氣 是不是的著張溫床 是不是跟義大利的黑手黨 跟日本的黑道是一樣的 對不對 社會國家缺乏政治體制 缺乏一個完善的智能 然後公民數值又是那麼高 然後社會 社會的這個司法 警政系統 效能不張 是不是塑造的 惡劣的地方派系 它茁壯的溫床 那所以 制度上回到地方派系 就會怎麼樣 叫消退 公民數值提高 地方派系也會消退 但是消退 所以他們還是會轉變 有一個學者叫陳明通 我今天有看他的入門 他認為台灣地方派系 已經慢慢走到什麼 因為國民黨 沒有辦法再認識他們 所以已經走到 會在國民黨之外 跟地方的一些財團 黑道 一起做同盟的關係 來 這個NP是從一個典例 我要跟各位講這個 講這個原理 這個各位我印象 2000年的總統大選 大選前三天發生的 那這個張朝全 是我政治大學的學長 那他在逃亡美國之前 兩個禮拜幾乎每天看到我 就叫我進去跟他吃午餐 那他透露了很多的訊息 他在美國舊金山 也打了好多的越洋電話來給我 那個逃亡期間跟我講 非常多的種植內部 那很抱歉 我很無下 因為我無法查證 我無法查證 好 這個各位 我們對這個有印象的 2000年的這個 總統大選領會選案 這個會選案的時候 我是第一個到現場的 這個會選案會發生 其實非常巧合 非常偶然 有一個離證 臨長 身體不好 身體不好 他就叫他兒子 也很年輕喔 阿祥阿祿 把爸爸給他換子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拿著錢 還有選舉名字 阿祥阿祖阿祖 光天化日下中午 阿祥阿祖阿祖去抄 結果抄了一個人 叫做有一個真心燕子 專門去抓狗那種真心燕子 就馬上 因為他隨身都有什麼 收證器材吧 就跟在他後面拍 拍拍拍拍 拍拍的包 他敲了第五家 發了第五家之後 他就把他攔下來 把他的那個手上的東西 打下來 結果那個 那個領長的兒子 因為年輕嘛 下一趟就跑掉了 然後檢察官來 有扣押 這個案子 總共兩百多個人 被起訴跟判刑 判刑裡面 有包括黨工系統 袁林鎮的主委 跟嚴峻鎮的市導 國民黨的黨工系統 也有漁會系統 也有生意人 那也有行政系統 行政系統包括 袁林鎮鎮長被判刑三年多 張朝全張化縣的副縣長 也被 也因為這個案子 所以流亡海外 那我用這個案子 來跟各位講 什麼叫恩必四重 地方派系 以及地方 他是白派的領袖 彰化白派的領袖 謝章姐這些人 都是他的徒弟 他在彰化的地位非常的高 因為他的學識也高 那彼是在他的時代 六十幾歲七十歲 這麼大畢業的 他是宋楚 好像是宋楚的同學 他一直跟我 那他有學識 他在還沒有逃亡之前 就跟我講了很多 他們地方政治任務如何搞錢 好 他逃亡了之後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大概一個過程 他應該大概的過程 叫你們可能有一些比較 他是真心業者 叫王聖 我們都打錯 王聖 王昆聖 這個郭米蘭多好玩 我問他後來 民進黨執政之後 國民黨的張華黨 或請這個真心業者 來叫他們如何抓匯旋 他要抓誰匯旋呢 大家是抓民進黨的 第17領的領長 我的兒子 他用三百塊買票 那這個事件 我是第一個到現場的記者 但是我的新聞稿 沒有被自由時報採用 當天的新聞我一個字都沒見 反而聯合報跟中國時報做最大 那時候還沒有蘋果日報 那等到這個選完舉之後 那後續報導自由時報做最大 聯合報跟中國時報反而作銷 這是為什麼這個歷史審刊問題 那等下會跟各位提到這個口徑 這個事件過後 來各個看一下 有一百多萬元的現金 然後包括農會理事長 包括黨部主委 還有一個生意人 我這邊沒有寫到 那通通都被看信了 起訴兩百多個人 那在這個兩千點總統大選結束之後 又出了很多事情 彰化一大堆弊案通通跑出來 彰化一大堆弊案 你們覺得這東西有關聯嗎 你們覺得這中間會有關聯嗎 你們覺得這中間會有關聯嗎 會選會會選 弊案會工程弊案 鄉政市長弊案 這中間會有關聯嗎 這中間其實 張朝全在美國打電話來的 跟我講 我這邊有個簡單的表格 在總統大選前後 也不一定是前 彰化總共有這麼多的弊案 包括陸港生態公園弊案 那時候設案的鄉政市長 總共有十幾個人 彰化才21個鄉政市長 總共有大概一半的鄉政市長設案 這個東西 張朝全在美國有打電話來跟我講 他那個時候說 他因為要買票 彰化買票分成北部跟南部 他負責南部 那買票的話 你要靠什麼東西 調他嗎 還有地方派系 還有地方政治人物 對不對 那地方派系跟地方政治人物 他們幫你買 但不論你有沒有當選與否 你都要給他們一定的恩惠 對不對 那個時候剛好遇到 九二一大地震 九二一大地震 九二一大地震之後 所有工程館動了 所有工程館動了的時候 要給地方的所有工程經費 全部都佔解 用到九二一地震 那地方的鄉政市長 地方派系地方政治人物 我就沒有工程了嘛 沒有工程可以做了嘛 沒有工程可以做的時候 他們就跟中央講 講說彰化很重要 彰化的人口數 足以決定坦定 總統大選的勝負 那黨中也覺得 你一出來OK 好就開始買票了 那買票買下去 當然買票買下去 做買票還有一些行為 包括陸港政政長下會求票 陸港政政長其實他是 民生非常高 他是反杜邦出來的 他是反杜邦出勝的 那個李棟良 下跪幫連戰求票 他如果這個政長 就是挺連戰得到有意義 其實不是 為了工程館 為了工程館 你為了工程館 那你們都說 幫我們連戰服選啊 那你工程館要下來給 欸你要做出動作啊 好那政長說 那我好 我就下跪 下跪這個做出動作 做出動作之後 做出動作之後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在總統大選之後 彰化一大堆的議案 通通跑出來 那時候丟了非常的工程館 多多少錢的錢 在於綁撞 那綁撞不是給你錢而已 不是像在我剛剛的那個 買票這個 而是透過工程館 所以你可以從總統大選裡面 甚至那個彰化有跟我講說 多好做你知道 兩百萬的一個親膏啊 派兩個工人 不帶你勾起來 勾起來可以放在岸邊開個罩 一定要台灣入大 張朝璇親口跟我講的 然後張朝璇那時候在美國 就聽說打電話給我 他那個時候他很想要 因為不準啊 他那時候跟我講一句話 我到現在印象中的 他說我如果回去 如果回去 我要講的話 要選彰化一半的農會市長 農會小組長 一半的林領長 全部都有事 全部都會有事 所以你可以看 公民黨的NB4統的關係就是 跟地方派系就是這樣 建立在什麼關係上面 利益嘛 而這利益最有 最除了直接的這個 你給我選票 我給你 最明顯就是什麼 工程嘛 工程 來接下來 跟各位很快的講一下 基本上 我們 我要先跟各位講一下 看一個東西 柯P 講了什麼話 民進黨請 這個選舉結果 這樣子的一個報導 然後連勝文又做了哪些事情 這個屬於什麼樣的一個新聞 是不是最下面的表象的描述 對不對 你們現在看到的很多的新聞 大部分都是屬於表象事件的一個描述 它頂多只是呈現而已 對不對 那好 呈現之後 往上一層是什麼 對於表象的分析 我要舉個例子來講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我用在下面 我會提到的例子 嚴經標 為什麼三天四天的時間 就可以核准 卡制 行政流程三天四天 你去問每一個出獄的嫌犯說 你假設話都覺得 說三個位 沒個位 被個位 那有的還超過一年 那審核什麼要超過一年 為什麼嚴經標四天 他犯了案 他犯了案 大家就有人開始在猜說 是不是國民黨選請告急 所以 趕快把它放出來 正合地方力量 來支持國民黨的胡市長市長 請問這樣講 合不合理 合理嗎 OK 我這樣子講 是不是牽涉到第二個論述了 評論跟預測 對不對 好 第三個 深層分析於未來影響的一個預測 安培 日本的安培 當了守教之後 會不會對亞太的關係 起一個變化 有沒有 會不會 好 安培他是極右派軍國主義 他的當選也代表了日本 日本的某一種社會現象或思維 對不對 像這樣的評論分析師最高層 好 我先請問各位 我先請問各位 第一個表象系列師的新聞 基本上 我們 包括所有的報章媒體 大部分 尤其像電視台 都停留在第一層 最下面這一層 很抱歉 沒有辦法提到第二層 提到第二層的已經不多了 已經不多了 而且提到第二層 有很多東西會有的現象就是說 我們聽起來合理 但是都沒有證據 誰有證據說法務部 因為受到某些人的指示 給阿標四天 擋鬼標 他現在叫蔡瓜標了 你們懂了 蔡瓜標四天 四天 四天就出獄 你們誰有證據 你們現在我們現在講的這些都是一個 合理的推斷 但是通通都沒證據 對不對 公文拿出來看啊 沒有人指示啊 依依依法 依依法定承uments 四天都代表我們保護行政工程 政的程序效能越來越高了 對不對 你看人家強姦犯 也許他三天就可以出來了 當然還沒有這個例子啊 那更上面一層的又更少了 還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我現在寫一篇宏觀大部分來分析 如果台北市長由誰當選 或者是台北市長誰當選 呈現出台北人生 什麼樣的社會現象 請問誰要看 會看的人不多 基於市場考量很難到最上層 選舉15最大的一個毛病就是在這裡 第一個 第二層都很難到 第三層更難到 第三層難達到往往是市場演出 沒有人看我這場編大論啊 對不對 對 來那現在各位講一下 跑地方選秀的幾個頓 有剛剛提到的就是一般困境 我們的一些有見解的或者是一些有分析有建設性的東西 未必倒設或者是那個會刊登 因為市場因素 因為市場因素 所以幫我選舉行動會流離膚淺 那第二個是官僚欺激原則 各位知道這樣的原則吧 因為行政官僚具有資訊權資源還有政治資源分配的問題 行政權的作為跟不作為的權利 那所以媒體我們被賦予監督他人 監督行政權的這個無免王的角色 但是往往在有意無意之間 立場會形象於官僚行政官僚 那你可以看 你不要看台北你要看台中 其實台中大部分的媒體還是親獨自強 這個東西有意識形態的價值 另外還有很高比例就是 官僚欺激原則 但官僚欺激原則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廣告提到買你的廣告 你就被保釋罵了 對不對 啊你的自由時報 張瑞珍都常常批評我 我就不買你的自由時報的廣告 老闆沒收益 但我是舉例 因為我們自由時報不做制度行銷 那另外就是一個 我剛剛有提到市場的侷限性 我寫得太深入 反而報社可約一張 為什麼 看的人不多 看的人都多 也沒有那麼多 那另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在跑地方選舉的人 常遇到的一個麻煩 你要知道我也是記者 我也是副口飯吃的記者 我也不希望我太怎麼樣 太被惹事生非啦 對不對 雖然記者是惹事生非 但是基本上我也不想忍麻煩 好 那第一個就有一個 你們知道伊底帕斯王吧 因為神域 伊底帕斯王出生的時候 他爸爸因為神域 說這個人 這個小孩都會殺故事母 所以把他給送走了 結果他的 這樣子一個行為 造成神域的發生 你們知道這個伊底帕斯王的故事嗎 希臘的神話裡面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OK 因為你嫌我不會當選 導致我不當選 所以我要來找你麻煩了 你懂我意思吧 我的新聞稿 某某人就真的不會當選了 那我的選舉新聞 就預測他不會當選 結果他之後 他就來跟你抗議了 他真的落選了 然後又可能 因為你嫌我不當選 所以導致我的不當選 那我就要告你了 那我就要求準 一定的民視或行事的陪伴之類的 另外一個就是司法控告的一個困境 這個東西往往事後通通都不起訴 但是記者會被感到的效應 我記得好像是鳥栗還是桃魚 在差不多七八年前的時候 有一天那個市 縣長還是市長發那個 東立救濟的棉被裡面加了一宣 那檢察官就去搜索了 只要去搜索的時候 晚報先發了 晚報在下午兩三點的時候出來的時候 那個候選人那個市長 馬上就帶著 馬上就帶著 一堆人去地檢署 案裡控告那個晚報的記者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要告訴你們 找報不要亂寫 不要寫太多 否則我通通都搞 所以我們會有司法控告的困境 另外一個是民粹的困境 民粹的困境 那這個民粹的困境啊 我舉一個很好玩的例子 在某些時候 其實我們被候選人要借機造勢啊 有些時候 媒體成為他借機造勢的一個 一個焦點 台中 台中縣以前的選舉 秋泰山 秋泰山在選舉的時候 有一個雜誌叫 《新聞算案》 它其實是這樣 它是接廣告 接廣告 你接廣告 它就把你寫好 然後印一印送給民眾 這樣子免費 看了一個雜誌 那這個雜誌裡面啊 因為好像秋泰山那一個陣營 並沒有給他們錢啊 所以 也不高興 所以這裡面有一些 對秋泰山比較負面的 它這麼一寫出了一個很大問題 秋泰山就以這個 你給我負面的報導性為由 而你這個經費可能來自敵對陣營 大動作的 要求查過文學什麼 你寫的東西 會造成他們造勢的對象 新聞記者寫的東西 會成為他們造勢的對象 各位觀眾 所以我們會有這個民粹的困境 這個以前我們只有時報員 以前二十多年前也遇到 有一個候選人名字寫錯了 林希青 青可能是親密的青 我寫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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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舉例齁 那一個人要帶領的 帶領領包圍報社說 你把我一個字寫錯 這意圖使我不當選 在多選 多行事選舉裡面 會有一群人會是走幾端 你知道嗎 所以地方記者往往會出現 一個很嚴重的民粹問題 這個問題在各種新聞上面都有 大家都知道 骨坑的咖啡多數不是來自骨坑誰敢寫 寫的骨坑就來找你 就來包圍我們辦事處 大家要知道某個地方的茶葉 通通的越南茶葉 沒有人敢寫 直到台北市的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報告之後 給看你寫 讓我來玩一下 OK 那這邊我有做一個小小的研究 我在研究大古農曆徵收的時候 我就有發現有嚴重 當然他們都不承認 就是說官僚親近原則 我有採訪那個時候的 縣政府的一個高官 就是秘書 參議 某位參議 這個怎麼跑錯 參議 那還有當地的記者從業人員 他們都說 劉政宏很在乎報告 跟那時候台中縣長完全不一樣 他說縣長你跟他報告 拜得看也是跟你講 張記者謝謝你 我給你解釋一下 他的個性是降防眾生 但是劉政宏不是 你只要寫到他 縱使是寫到木頭 他馬上打掉給你 有時候用軟的 有時候用硬的 你要廣告會很配合 他甚至會寫過 你認掉寫我就要到你 我說怎麼樣 這樣子是不是也間接造成 某一個程度的官僚親近原則 是不是 所以寫虛擬新聞 會有非常強烈的這種的約束 各位看我這表嗎 你知道選舉旋轉不外兩種 譬如是組織戰和委員旋轉 組織戰和委員旋轉 都知道吧 透過農會系統社團代表這一類的綁裝 我剛剛提到的工程館 透過行政系統工程館 這種利益交換 那這個東西通常是遮蔽的 不會告訴你的 除非你有特別的內幕 好你有特別的內幕之後 你應該寫嘛 以我來講 張曉水跟我講了很多的事情 我都不甘心 我都不甘心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查證 我會寫出來 我真的是麻煩得到 我也沒辦法查證 OK 我沒有辦法查證 最重要的是 還不是在於說 人的問題 還是說我完全沒有資訊資料 那很多東西 你做統計 那張曉的PM特別高 你也不一定能夠推列到說 有什麼樣特別的關係 這個業績只是巧合 好 第二個 第二個部分 像是有些動員 這些選舉手段 它會 第二個層次 這個層次 基本上 它 有些時候會告訴你 有些時候不會告訴你 像我那時候在跑選舉的時候 很多選舉目標會告訴你 他們想做什麼 他想聽聽你的意見 那第三種 才會遮蔽 這件跟這個 這是開機者會大張紀錄 但是 最上面這個 開機者會大張紀錄 這些東西 像是你們可能有印象 四年前有胡斯哥肉 有沒有 兩個小女孩 蹦蹦跳跳的胡斯哥肉 這類的軟心新聞 他們都希望你來登啊 那這東西往往是什麼 東方是最下面這一層 對不對 所以各位看到的大概都是一個基本的一個表象的一些新聞 那我在這邊其實還有三個問題還沒有答 那我先跟你講一下 就說你的知識能力越高 你全市的 還有原版內部的能力更高 也更精準 但是政治內部很難去深究 它的誠意與否通常在於說 建立在普遍性跟邏輯連結的和聯性跟強度 剛提到說 連清標四天能夠出來 大家懷疑說 是不是國民黨因為凱中市的選群告情 所以才把它放出來 有它用黑道兼明代 兼這個 也就是說黑道漂白的身份 來整合地方派系來服選 說得通嗎 好像說得通 邏輯的強度跟合理性至少是還滿強的 但是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 OK 那所以有一些時候 礙於剛剛那些現象 其實你看報紙 一般的報紙 當然有一些證問性的雜誌 它會比較深入 一般的報紙其實都只有 膚淺的表象的選舉行為的安排 那避免剛剛我提到的e-pass的一個情境的發生 所以會有一些現象 我跟你講善待努力就是你不會當選 明顯某某人善待努力就是不會當選 明顯某人善待努力就是 我也不知道選舉結果 鴨子滑水 在男影開始鴨子滑水 進入選舉的時候 我在一直就是開始要做這些事情 立球一戰後 記者教委的意思就是說 你根本就不會當選 有些人在那邊 那邊胡考下考 要記者來報答 OK 聖見領導就是說 你很可能會落選 你們從現在開始 往後去看 通常會有這些術語出現 這些術語往往就是 記者基於無奈之下 所運用的一種寫法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的樣子 但是喔 政論雜誌 它的定位跟報紙又不一樣了 政論雜誌 往往會到第二層跟第一層 所以這個是市場區隔 市場區隔 但是基本上在某些時候 再好的政論雜誌 也只是停留在第二 第三層 大概等選舉出來之後 才有辦法做得到 OK 這個議題可能沒有時間講 還有沒有時間 15分鐘 就 好 帝方 政治有帝方的區分 但是議題有沒有全國性的區分 各位想想看 這邊有一些巨量的 巨量跟 有一些微觀跟宏觀的一些看法 我跟各位提到兩件事情 當然這件事情 可能跟選舉比較沒有關係 我以前提到這個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若提了一個地方上 一個案例的話 可能大家不知道 這兩件事情 大家有沒有聽過曾太極 有 哈囉 你們前面這幾位高中生 有沒有聽過曾太極 有 平東 沒有聽過 你可能沒有聽過 你有聽過 曾太極 爸爸沒有跟你講 平東皇帝 平東皇帝 過高平期 台人沒事情 過高平期 殺人沒死 他的名言 過了高平期 你知道嗎 知道齁 台人沒事情 你想像得到嗎 你能想像那種情況嗎 很難嘛 你有沒有聽過 也沒有 也沒聽過 小娘有聽過嗎 曾定安 你有沒有聽過 也沒有 好 曾定安判他死 這個 對 對 這曾定安判他死 不是早就判了 是曾定安判死 曾定安判死 對 這邊很多人 還不知道鄭太極 跟那個 這個實在是有很遠的 我想後面的一些 大部分都知道吧 小娘 鄭太極這些 當代偉大的 黑道人物 我想 我如果說黑道 拜光公 我要拜鄭太極 開個小玩笑 這個東西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先看 盛太極好了 它是一個黑道的混混 也入獄多年 有什麼朋友打不起來 這個打不起來 這個打不起來 其實我可能跑那麼慢 鄭太極他原本是一個黑道的有混混 他當上了議長之後 他跟那個時候的屏東縣縣長 五澤原合作 那你要知道 五澤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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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政機關 有民意代表的支持 而民意代表又是黑道的話 可以幫你做很多 私底下你不能去做 但是又有必要去做的事情 最簡單的就是說 你議員不聽他的 你議員要出法案 我就拜同他就好了 其實這個東西以前發生在髒話 主要是修理阿嬤 主要是天重的 我們來談五澤原 他那個時候幫了 鄭太極瞧了很多事情 那包括很多是見不合的人 那有很多時候 其實是也可以公開討論 例如像是預算 某幾位議員對預算有意見 請議長出面 那本來是一個小混混 一個小牛馬 變成了議長 你看他會做出什麼事 什麼事都敢做 OK 那當然會有一些人反對他 那像是民眾日報 民眾日報在二十年前的時候 這個沒辦法開 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做一下關閉的工作 民眾日報在二十年前的時候 它其實在南部的運動大力很高 那民眾日報的屏東的分社寫的不利於 就是說比較難聽對古澤原 對古澤原比較難聽的話 那個時候他們辦事處 被一群棒球隊 棒球隊喔 不是黑道喔 搶進去其實棒球隊 女的記者上二樓 男的記者用棒球打 那其中一個女記者 嚇了一跳 從二樓跳下來 流產 隔天 她以議長的身分 去探望那幾個受傷的記者 還當面講說 當著說人面喔 說棒球隊訓 看起來沒怎麼樣嘛 還好嘛 棒球隊訓練不足 回去她這樣常訓練 中國時報的記者 中國時報由報社買防彈衣給記者穿 啪啪啪怎麼樣 這個樣子 然後她的新聞都是地方新聞 請問她的所 她的惡行是不是屬於地方議題 地方政治議題 是不是 是啊對不對 好 那麼她這些亂做的事 她後來最大的一個就是她槍殺 為了賭債的問題 她槍殺了她兒時的玩伴 那議長殺人了之後 這事情是不是全國性的議題 也還不是啊 也還不是啊 沒有記者敢寫啊 沒有記者敢寫 那頂多寫到說 疑似政治人物涉案 OK 都沒有人 然後檢察官帶著警察要去搜索他家的時候 檢察官到了門口 往後一看 所有的警察全部不見 為什麼警察也掛勾了 曾經有一個 中國時報的前任記者 他在新聞 我有聽到 說他那個時候派下去支援 他那時候是民眾日報的記者 派去支援的時候 他剛去那個屏東支援 因為民眾日報的記者不感謝 而且都是在躺在醫院裡啊 所以 他去的時候 他遇到第一個問題是說 他要一個地方睡覺 他要一個地方睡覺 他就跟 那時候他到了警察局跟警察局 警察局的主任秘書說 沒問題 沒問題 我幫你安排 馬上幫他找到一個房間 第三天的 第二天找到房間 第三天的傍晚 晚上 他要回去的時候 他發現裡面 啪啪啪 亮了一下 我讓你來這裡請問 就裡面 就有人在裡面 他亮亮可能是 大東西或大火急之類的 他馬上警覺到 他不敢進去了 所以他就在測試 裡面 過了他的一個月的資源採訪生活 誰知道他的做出 是誰把他的資源採訪給 那個仲太寺他們 武哲遠仲太寺他們 警察局的主任秘書 支都掛在一起 所以那時候他會當皇帝的主兵 主要原因是在這裡 不好意思 我已經打不開了 開了 所以他那個時候殺人 那些事情都是地方問題 直到一個人 就是蔡鳳 蔡世淵 他在立法院 都可以看到這旁邊最下面 蔡世淵 那時候提出來的時候 地方議題變成全國性的議題 有沒 ok 那你可以看 為什麼議題會從地方變成全國 第一個就是說 你正在一起勢力沒有辦法延伸之處 有很多厲害的關係人 他會去討論這個議題 第二個就是說 因這些厲害的關係人 還有 還有一些我們潛在性不滿的人 知道議長台狼會把情緒往哪邊去發 一定會發到執政黨身上 對不對 那執政黨在怎麼樣的 那時候是李登輝執政黨 在怎麼樣的不堪 或在怎麼樣 基於某一種的理性程度 他這個事情他會不會敗 後來他是怎麼被抓的 不是當地警察 也不是當地警察 是刑事警察去從台灣來抓人 對啊 那我請問 李登輝執是到底殺人嗎 我不相信調查局 還有國安局 地方的那一些人的 國安日報不會行到 那為什麼撞到 為什麼 因為 一個政治關係 地方跟中央的一個政治關係 OK 那更重要的是 你這個議題沒有變成全國性議題 你當成全國性議題的話 大家知道了 而且討論很多 你執政黨就會威脅 基於某個理性官僚 背後要處理了 好 那各位來看一下 這裡面 我很會來解 解 這個其實也是 其實最早報農地被剷除的 是聯合報 是聯合報 那以報這個新聞來講 我個人也是發現有很多的一個現象 為什麼其他的報紙不報呢 為什麼其他的報紙沒有報 第一個 第一個 我剛剛有提到官僚親近原則 第二個 能力的不足 人力的不足 那你知道 這個議題 其實聯合報是最早報的 外手去把天查到 但是他的報告內的 全部都傾向於縣政府的說法 他報告了一件事 但是他的立場是偏另外一方的 OK 那這個議題是什麼議題 地方議題對不對 這地方本來是地方議題啊 這官僚去把他扁歪歪 這地方議題啊 大暴龍 公民基督大暴龍 把這一個 那一段錄影再貼上去的時候 反而我記得是一個 十幾天 好像有超過十七萬個人點閱 這麼大的一個點閱數量 讓主流商業媒體 開始重視而大幅報導 這個地方議題就變成什麼 全國新議題 如果那時候我去訪問那個 縣政府的參議的時候 他說劉正宏他個人 都不知道會鬧到這麼大 所以地方議題跟全國版議題 往往只是一線之隔啊 一線之隔 那你到了全國新議題的時候 你就知道那個是很麻煩的 會有很多的負面效果 那時候就加上五度的元素 那基本上在某些時候 所有的新聞報導 是類似的 包括像某些選舉新聞 其實也是如此 某些選舉就看起來像是地方議題 但是它也會變成全國議題 看你的新聞點 還有那時候社會氛圍去怎麼掌握 所以缺帝就變成了主流媒體用的一個名詞了 那這一邊啊 這邊我先跟因為時間關係 跟各位先報告這一邊 還有三個議題啊 這三個議題啊 等一下各位如果有 有那個我們來互相討論 因為這三個議題我並沒有做一個報告的原因 因為這三個議題很多時候是牽涉到個人經驗嘛 個人經驗要成為一個普遍性的一種看法的話 在某些時候是比較危險也比較 不具有那麼普遍性嘛 那我先講到現在這頂位置好不好 老師謝謝 我們感謝對政大哥這麼精闢 然後這麼貼心 這麼深入的地方政治的生態 其實跟媒體之間很關鍵 其實這關對政大哥的說明 可以知道說 其實越相符的 越在地的其實越政治 因為我今天看的全國版的政治新聞 還要更充滿戲劇造力 因為政大哥剛才講得很精神 所以我也不好打斷他 所以我主持人不提問 剩下半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就交給社長的各位朋友提問 所以各位所問題呢 任大哥已經提示了 自己問才可以討論 各位想問也可以問 那我們就開始開放各位提問 那你們要提問的請舉手 第一個 第二個 好 他們就先從第一位 你講什麼人 還是 講話哪裡 客手 客手 對 我想問是說 謝岩信的私立敗言 謝家的私立敗言 對 對 私立敗言 我想問問題是說 現在最近就是有 就是有些團體開始在舉辦說 邀請大學生去選的議長 然後不知道對於這個活動 有沒有什麼建議 或是你的看本人家為人 那另外就是 延伸這個問題就是說 比如說像 你 你就講聽話 一張目標的 那 那就是說 以 就是說這幾年 也許綠的也有一點掌握 那 我不知道說你的觀察是說 他的圖維點是什麼 或是說他有沒有什麼 公法或是有什麼心法 才有機會去做 在這個地方派系的 圍堵下 然後可以有一些進展 大學生去進展 那是哪一個單位辦的 我有印象 那是我忘了那一個 是哪一個單位的 提唱的 前置文化 好幾個人 我剛有提到過 地方政治有的很強烈的現象是什麼 業幣驅除良幣 對不對 你要靠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才能夠當選 所以這個基本上 要怎麼樣再把這個業幣 再給淘汰掉 用更好的良幣 只能這樣子 是不是 不然的話就怎樣選舉風氣改變 所以基本上 第一個命理 我是覺得那是值得期待的 而且 美女的薪水不錯 一個都好比 一個國小畢業的人 選上的里長 我那時候覺得很好玩 這樣的話有個里長 剛選上來 不到一個禮拜就不在了 你照顧 為什麼拿他設計槍擊案 只好因為一個禮拜不在 結果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也沒辦法 就只好把它解職 解職之後還要再補選 所以彰化 兩千 就是我剛講的那一個案子的那一面 都在花壇鄉鄉長 三選三次 有四個鄉右補選 就是會選 然後有五十四個里長補選 為什麼 為什麼 不是買票 就是因暗 因暗服刑 只有極少數是病死的 極少數 自然死亡 那 這個 那你 民進黨基本上 基本上 我也認為他在某個地方 也是類似利益型的交換的結盟 所以國民黨以前是就屬於 那時候林佳龍的路 他就寫到 是屬於威權型的NB四重 但是以現在這個來講 歷經了這個 政黨兩次努力之後 大家會發現 地方政府 地方派系會發現 其實靠你國民黨 好像沒什麼 有點搞政當權 所以學者陳明東 他有提出一個主張 他這個主張說 他發現 這大概在驗證 地方派系 國民黨跟地方派系 已經從傳統的這種 上下選子關係 改變為平行的結盟關係 那有很多 因為國民黨也不是那麼的可靠 或者是那麼的有力量 所以有很多地方派系 轉而跟黑道還有財團做結盟 那麼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地方派系四維 沒錯 四維 包括我學長如果是寫台東的地方派系 大家的一致意見都是地方派系四維 你不要再說 台東我們黑派 黑派 我是黑派 我是黑派 你不要再說 比較小 但是 取代他的地方派系的 包括家族政治 我可能會問 謝家嘛 對不對 家族政治 三頭政治 是不是也一部分 取代了地方派系 其實他們就是 一種地方派系的形式 另外之前都稍微狹隘一點 另外的話 學者也提到一個觀念 他們 我還要再想一下 剛剛有提到說 轉向結盟跟黑道跟財團結盟 我記得陳明通對這方面 還有一些關聯到我回去 要再查一下 OK 還有其他的問題 第一位 先收集幾個問題 好 第二 OK 再收集幾個問題 那個 剛剛可以啊 就是 因為我們在學院過後 就是有主持來了 青年政團 激進特異青年政團 然後 就是直接要插入選舉 這件事情 你們G是哪個G 激進 G版 是基本的G 是基本的G 對 激進這個 激進特異 那 那 那個 我好像是你們做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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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很好的 因為 我們都覺得說 那種狗被導造的事情 其實 真的是很差勁啊 這種 應該這樣一直下去啊 我們都是這樣認知的啊 那 除非 我理解是錯誤啊 除非 它有一些特殊的意義在啦 那 到底我們地方議題 揭露成全國議題 這是 這是不是比較好的方向 那 它那個 轉變點到底要怎樣操作 會比較容易成功 因為像 我有 我朋友在那個 苗栗院裡面那邊坐風車 他那邊搞了好幾年 都是地方新聞 根本沒有人要管 然後每天在那邊 圍風車 圍 就是 擋 擋車擋得要死 然後被打 打扮死 然後全部都沒有人知道 對 然後他每次經營好久 才好像有一點點 變成全國議題的感覺 那 到底要怎樣才可以讓他 疫情突破這樣 你有沒有看過蔡培慧 農運的發言人 寫了一篇文章 那 她有寫一篇文章 在農運過後 她裡面有提到一個 很重要的概念 這邊你可以看 其實在某些地方 當一個議題 它會變成全國性的時候 往往不是你現在 一做就做到了 但有一些人 他可以有很多選擇 讓我給信成名人 我正在黑人 白人的旁邊唱歌 我就成名 我也是要選議 我也是要做總統 對不對 但是你問問看 他有沒有長期 在組織地方 在做扎根的工作 所以在某些時候 你很難去期待說 我正在某個人旁邊唱一首歌 這是不正常的做法 那正常的做法是什麼 不斷的扎根 不斷的訴求 然後得到那個 那你看蔡培會 蔡培會那個文章 你要放我給你 你看那面都比不長 那裡面有提到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當圈地 當怪手挖了大埔的時候 當圈地會變成全國性主流媒體 願意採用的一個名詞 全力是很難聽耶 它其實後面是長達兩年的草根 扎根 還有不斷跟媒體溝通的一個結果 那當然很多時候 會必然發生說 它有偶然的形式出現 所以你才會覺得說 那一下子就爆了 其實它是兩年來的一個扎根結果 那你還要再思考一個問題 為什麼 這如何讓它成為全國性議題 不如來思考說 什麼環境 才會讓狗屁倒中的小事成為全國性的議題 當你這個社會的氛圍 到達了某一個程度的一個不滿 或者是某一個程度的一個 怎麼說的 臨爆點 那麼 只要發生一個小事情 這個小事情我們無法說是什麼 它就會變成全國性議題 很典型的 當大家都對你公務人員 拿錢去出國考察 做一些東西 不要亂花錢的事情 很不滿的時候 台東縣縣長 曠什麼原因 那個女的 出國考察也會變得 在台風天嘛 出國考察也會變成全國性議題 其實縣長出國考察 以前羅剛文詩來我寫的好多都是地方版 但是為什麼 我如果我萬個年我來寫 我這個變成全國版 我也覺得會變成全國性議題 為什麼 社會的氛圍 社會的想法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你必須要把握這一點 那這裡又怎麼要去突破它 其實有很多方式 但是你要掌握到社會的一個脈動 你社會脈動到達的那個地方 某個議題你覺得它是地方議題 怎麼之後全國版都跑出來了 OK 我剛剛補充了一下你剛剛講 陳明豐老師的地方派遣的研究 它主要就是在…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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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了 它主要就是在講國民黨 從1949年來台之後 它先形成一個黨中量的 拿分地方的二元… 對… 垂直… 然後它後來是… 蔣經國後期的時候 地方派系壓補 而且它的外部正當性 因為那時候國際壓力… 國際壓力是承認那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國民黨的那個… 統治正當沒有下降 所以它… 正當性下降 對… 所以它需要引進地方的… 地方派系到中央來 然後給它… 你剛剛講的那些… NP市場的東西 交換子喔 所以它現在的地方派系 都到中央 那可是黨… 黨有它自己的想法 譬如說 它想要… 它有它自己的政治目的 可能要辭職法工大附 它現在是…可能是很不同 所以它還會去… 它還會去打壓地方派系 因為地方派系 狗逼盜少人剛剛留下 然後所以… 它要去… 所以它就一種… 理論叫派系替代 所以它… 失敗 我剛剛要講就是派系替代 我剛剛一直想不起來 有一個概念有講的 忘了 派系替代 失敗 他後來… 觀眾有做過 那最近… 這幾年金普通有在做 像… 其實我最近… 我剛剛就講後來就是說 最近發生新聞 像那個… 桃園跟基隆這兩地 是不是也是公民黨 那派系替代 中央主義的作用 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我想… 因為你剛剛裡面沒提到 就是說你… 一直觀察說 作為一個記者的角度 去觀察這些… 政策的事情 然後去把它寫出來 然後或者是… 可能不寫 那… 會不會有政治人物 譬如像金普通這樣 嗯… 不必寫透一些訊息給你們 嗯… 然後你們就寫 然後… 非常多 譬如說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就發生一件事情 通常沒蔡惠神啦 他寫了一篇報道 他說居然是… 齊姓品想要跟馬英九… 見面 所以馬英九才那麼記者 可是事實上顛覆一般人想像啦 一般人現在的氛圍是說 馬英九急著要跟北京見面 所以我要問一個比較實際 沒有問題 蔡惠神她到底其實怎麼整理 她跟金普通到底好不好 對… 所以…就很了解 而且通常你這個媒體的定位 到底在哪裡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謝謝 對… 我說實在… 通常… 通常… 我先說我剛剛派系替代啦 派系替代其實這樣子就是說 以前國民黨對地方的就是說 他是希望派系是把壓力在某個層次的不要搞 至少你不要去影響到我們中央的一些政策 但是他實際… 就以陳明頓的觀點來講的話 反而… 在戒…解除戒嚴之後 反而到民選的這個總統之後 反而國民黨對地方派系的依賴性更高 因為什麼 因為要靠很多去拿…拿選票 拿一些地方的一些支持度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說 你地方派系都是一些狗屁崗造的那怎麼辦 我是不是有更好的派系來取代你 這叫… 地方替代 或地方型的精英我來取代你 你說我以… 以台中… 台中一個… 現以前有一個不成為的觀點 當然台中現沒有 現在是以前合併 有個不成為觀點就是說 黑白輪流執政 黑白白… 白白的當議長 那另外一派就是當縣長輪流 那你會覺得 哪有這種道理 你要知道喔 只要有這種事情發生 就說有某種特權階層存在的話 赤必造成墮落 你懂得意思吧 為什麼 我排除了替他的競爭者 你們兩個說好如牛做 你們兩個絕對都 一群腐化 所以才會有派系替代 這樣子一個東西 那派系替代發現這些替代 我把你罰著要來替代他的 反而你糟糕 你腐化的比他還快 亂七八糟狗命的奧比原來派系都還好 還要排到那個 還要排到那個快 那至於封傳委這個東西說實在 我也跑不進去他的屬性 我也跑不太清楚他的屬性 他是一個新的媒體 然後他寫的東西 他集合的有點像梁山柏的一個地 集合的各個很多 媒體的前輩精英 但是說實在 他到底某些地方到底是 他的屬性之外錯我真的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你剛剛講的那一個 刻意洩露某些地方的時候 給客廳的媒體去做一樣什麼運作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語見不鮮 但是以我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非常危險 而且這個東西有現在很嚴重的新聞倫理的問題 新聞倫理跟新聞道德的問題 很多東西又是很難求證的 我會跟你講說 我們台灣的領導人 跟某某人士有這個特殊性關係 請問你如何求證 還有我這邊還有一張巧克力光碟片 請問你如何求證 很多東西是很難的 所以你要報導這些東西的話 你必須要非常地斟酌 而且你也牽涉到你報色的一些立場 那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是違反 某些部分是違反新聞道德跟新聞倫理 那所以我在以前也都常常遇到這樣的 包括彰化有一名台中縣 台中市有一名立委的候選人 他其實是台中縣的一個派系推出來的一個候選人 這個廖堯營那一派的 那他就有個人跑來跟我講說 農會都是農會 大家都動不起來 大家都動不起來 大家都在嗷嗷等著要活動費 那大家都在想 你這個候選人的業婦 是台北很有名的房地產立委 我叫書大約知道是誰了吧 我回去Google一下 大家等著活動費下來 有點太有錢了 請問我得到這個消息 邏輯正不正確 邏輯或合理性 這個東西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不能寫 我不能寫 除非有哪一位領長 禮長跟我這麼說 我確實心裡在想 我不動是因為我把擋錢下來 不然的話 你往往會問為什麼 推測而已 問為什麼 我看起來好像動不太起來 這一些禮長 這下面 頭到鄉也不太寥寥無幾 他叫他動員20個民眾來 他可以動員兩個 所以我合理的懷疑 這位候選人的爸爸 又是很有錢的一個立法委員 我合理懷疑這些禮長 都要擋得起來 都合理啊 問題是 我沒有證據啊 第二個 違反新聞 怎麼理論新聞道德 OK 各位還沒有問題嗎 請問一下 我會問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現在中章頭的那個 縣市長的顯示 請請幫你分析一下 幫你分析一下 哈哈哈哈 什麼意思 中章頭 你是不是很熟悉啊 我 南口我不敢分析啦 因為我對南口那一面不了解 彰化我離開 感覺我也不太敢分析啦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講 你會發現國民黨的彰化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一個 那麼多的人出來要選 為什麼 我剛剛跟各位講到過 你可以從選舉的一些現象 去看一些選舉的一些內部 它不一定有證據 但是它必須是邏輯要合理的 而且它具有某個程度的裹配性 來 各位看一下 剛剛我提到過這個 彰化為什麼 國民黨那麼多人要選舉 為什麼 欸 七八個人欸 現在一個 彰化現場我就三個人想選 想選縣長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沒有一個大頭可以壓得住小鬼啊 沒有一個重量級的人物可以壓得住啊 但這個關係裡面沒有重量級的人物 那麼誰都想要當王啊 所以這個現象反映的彰化目前 沒有國民黨並沒有重量級 除了壓得了台面的一個政治精英啦 OK 那到底彰化會怎麼選 我跟你講我不敢講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兩個候選人 國民黨民進黨的提出來 各有優點 那其中一個還是我鄰居 那個林昌也是住在我血對面的鄰居 那另外一位是民進黨衛民鼓嘛 對不對 OK 我真的不敢跟你分析 真的不敢 因為我自己 那我只敢跟你講台中 我可以跟你講台中 並不是大家想的那麼樣的一個簡單 OK 我現在跟各位講一個東西 其實我剛剛要講 因為事情的關係我沒有講 我可以跟各位看了一下 我剛剛跟各位提到過你的能力 分析了你的詮釋能力 你的那個知識學問跟經驗越豐富的話 你的詮釋能力會越強 我們各位看一下 請問這個新聞是 來 和平老良政見幕 一週服務五天 這是什麼新聞 市政新聞嘛 對不對 那時候我說它是選舉新聞 你們信不信 是 OK 你什麼不開幕 你現在開幕 而且你一道對東西 現在不檢查 以前剪過彩的 現在又重新剪彩 所以一條道路可以整場三次 真的啊 陪陪你啊 選舉到了就是這樣子啊 OK 那 我給各位看一個東西 為什麼 我說這個是選舉新聞 我跟各位看一個 這是6月7號 8號 9號市政新聞 你看 我們胡志強市長 跑了多少行程 他單單是禮拜六這天 他就跑了6個行程 他最高進入一天 可以跑8個行程 大部分都是剪彩啦 開幕啦 哪個建設完工啟用啦 哪個地方會看的這些 這些東西 請問去年的時候 他有這麼多嗎 一天一場就不錯啦 一個禮拜不到5場 那一天可以跑這個 這個 這一個案例是6場 那最多我統計過8場 OK 請問 這是市政新聞嗎 那 林佳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胡志強 他用什麼來打選舉 用行政資源 還有用這一些 不帶 宣傳的 不帶選舉意味的 來宣傳 你們看這個 我完全看不到選舉啊 可是我認為他是選舉行文啊 而且這個東西 未來 還有十幾個要剪裁 所以他可能下個月 又是殺了 這總共十幾個 所以你看胡志強 選舉成人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也用這些來比製什麼 沒有政績這樣的說法 好 不然我們來看一下 對呀 3400位高中時市長得主與胡志強推理 一個人啊 二十秒 三千四百個 你要花多少時間 這是選舉新聞 還是市政新聞 還是教育新聞 他是選舉新聞 好來 林佳龍好了 你看林佳龍在旁邊啊 沒有主編 這是什麼新聞 這其實也是選舉新聞 但是你可以看 因為林佳龍 他的贏面高 好 所以他不要去做攻擊 強烈攻擊胡志強的動作 你懂我意思嗎 他如果是輸的話 那他的選舉車輪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題目來看 到底會怎麼樣 我可以跟你講 林佳龍會掉 會慢慢往下走 胡志強 尤其是國民黨組織戰的力量 開始往上走的時候 包括農會系統動員起來 余會系統動員起來 人民團體系統 這些動員起來的話 我跟你講 胡志強就慢慢往上爬了 所以 年底還有得強 另外我剛剛有跟一位提過 基本上 目前當然是胡志強比較弱 民調來講 胡志強比較弱 民調比較高 但是到了選舉最後關頭 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誰不犯錯 誰犯的錯會最少 他反而會更 他比較有可能 到了最後都比誰 我所謂的犯錯 不只是行為或道合掌的錯 還包括什麼選戰選舉的策略的錯誤 林佳龍的團隊 基本上犯錯的可能性少高一點 少高一點 可能會犯錯 那麼 胡志強的團隊也有可能會犯錯 也有可能 但是他很好推 他最後某個人 某個幕僚 一級幕僚 誰做的決定會怎麼樣 所以我是認為 未來 林佳龍沒有想像那麼豪雄 胡志強有沒有想像那麼弱 尤其國民黨的組織票 組織動員起來 基本上 都是這些地方 農會系統 這些組織站 還是非常相當有力的 OK 老陸先生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比較基礎請問 你剛剛那兩個PDF裡面 其實啊 在我們之前有講過自律性行銷 對 所以可是那個 根據李智德的說法 是說 那個自律性行銷 他剛剛有狂狂 狂狂 所以我的女朋友 對 是不是這樣 這兩個都 因為在這裡有參加到 對啊 這是你自己畫的呢 還是說 因為我們有時候 真的嗎 對 因為你智德就講說 中國來台灣買新聞的時候 就我們直接去看 就看狂狂就知道是 所以我覺得也要提出來說 你是不是故意到他 找有狂狂的給我們看 可是實際上 它是自律性行銷的新聞 那這個事情又很嚴重 就是剛剛連結到說 應用行政資源來進行 自律性行銷 我跟你講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跟你講一個案例好了 黃仲生就是 黃仲生要 台中縣縣長黃仲生 要下台的時候 他有舉辦一個 施政九年特展 然後 他那個時候是 聯合到自律性行銷 頭版是四萬塊 一條新聞是四萬塊 那那個時候 就講好了 那也來拜託我們特派 說 你收利黃仲生 收利那些年 你怎麼來 我特別想說 好吧 那就你這個成果展 我就把你放地方 放橫頭吧 放橫頭 OK 怎麼知道聯合到 本來是要放橫頭四萬塊 不知道是什麼 也好像是說 他們好像是前一天 已經有做黃仲生的政績了 跌去兩天都覺得不太好 所以就把黃仲生的那個 施政九年的這個特展的新聞 做小報 那隔天見報表 變成什麼你知道 變成自由時報 做好大 中聯合報 做小一點 你知道我們自由時報 寫的那個新聞 記者的那個記者 氣得要死 非常生氣 沒拿錢 比拿錢更加大 沒拿錢更加大 那它會被人家質疑說 你是拿錢 那幫為什麼你做那麼大 那兩個幫沒拿錢 那做小小的 其實是剛好相關的 基本上 畫框的位置是 畫框是基本上 是版面上的美化需求 也就是說 它在某些時候 做的一個技術性那個 不是畫框就是自入性行銷 而且自由時報 不接受自入性行銷 所以這邊會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到底哪一條 哪一條新聞有買 是花錢買生物 我們真的搞不清楚 這是 這是什麼報 這是我們自由時報 那為什麼自由時報會被報 我說這個 我就覺得說 OK 在選擇這些新聞的時候 當然有它的 可以從你比較客觀的方式來談 然後 我不知道說 這個新聞是什麼 可以挑選出來 好 這個有先到新聞價值探觀的一個問題 但是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以市場來講 幾千個人 幾千個人 幾千個人會關係的東西做不重要 我還有 三千四百 我不止三千四 還有好幾千 在等著 會不會小看 以市場來講 對不對 這是 這告知的範圍是不是很大 三千四百位 接下來又有難 問哪裡哪裡哪裡 所以這個新聞很重要 你要知道 不管市長是誰 等著市長一起合理的 市長講的得主 還有一些畢業生之類的 其他講的 通通都是一種農藥 那所以 編輯台為什麼選這一條 他可能是基於說 有那麼多的人 是跟這一個新聞是 是有相關的 是相關 新聞相關的 所以他認為說 會比較重要 那 下面這個 聽到我拼光了 他可能認為就 不是那麼重要 OK 那所以他的選 其實他也沒選到很大 你看 盆頭還是這裡 接下來是 這個 其實他 在整個版面的配置 雖然比林教堂還大 但是他並不是這樣 當到哪裡 啊 啊 屁朋友說拿通就是 沒有我只是求證 就是 因為在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 比較醒目的就是這個 對 因為我剛剛那個 但至於說 中國時報那一連串的那一個 確實 我有發現 好像都有加框 啊 啊 因為那個 我有注意到啦 就是中國來 來 那個建察院有提出來 來看什麼 啊 好像連收據都被人家看到 好像是有加框 加框有個作用 提醒 提醒 他是提醒的 你知道嗎 他有加上提醒的效果 OK 所以以後我們看到那個 自由時報的加框的 就不見 不會是自由時報 對 因為目前來講自由時報 並不做這個啦 目前不做自助信息 要有兩個報紙 一個是自由時報 一個是拼搏日報 所以他新聞稍微就貼個框 但再小他也會出現 網邊特輯或廣告 OK OK 好 我們再接受一個問題 巴大哥你好 我想詢問一下 因為現在平面媒體的示威 然後電子媒體的信息 然後加上今天這幾天 比如說蘋果日報的網站 受到中國駭客的攻擊 我們也會很擔心說 我們有能看到的 因為媒體可能有各的報社 各的立場 然後各媒體還有自己 挑選新聞的各種角度 我們能夠 我們作為一個觀眾或聽眾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多談多比較 你同一則新聞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報紙這樣包 那個報紙這樣包 那個電子媒體這樣包 那個電子媒體這樣包 這是我們可以做的 可是在時間有限的前例之下 就是或者是你的能量有限 我們什麼事做了一個媒體試讀 你應該要更怎麼樣去學習到 因為你比較有提到我們的生活經驗的累積 或者是你的學識的增長 也許幫助我們去有些事情 就是現場有很多高中生活是年輕朋友 怎樣其他人自己在辨別這些新聞 基本上是這樣子 其實有學者的觀眾想說 蘋果日報得了即時新聞的教育證 其實現在包括在學運之後 自由時報也開始發展 所謂的新聞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蘋果日報還跟八個公益平台 公益媒體 比如說社會 MGOMPO非盈利組織平台做節目 為什麼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是 我是楓元忍的一個 非盈利組織的一個平台經驗者 他說他掛上去之後發現流量經驗 為什麼蘋果日報要這麼做 為什麼蘋果日報要跟這麼多的 這個MGOMPO 還有這麼加強他們的即時新聞 其實各位有什麼你知道嗎 各位因為香港的 香港的英國日報 在三年前他們的紙張的廣告 低於網路的廣告 那你可以看啊 大概是在七八年前開始 前面三大廣告年間已經改變了 第一名還是第二名沒錯 那以前都是什麼 第二名都是 就是報紙第三名是廣播 大概都是這樣子 那現在已經直變了 第一名還是電視 那是第二名變廣錄 網路的廣告的金額比 其他的媒體都還要高了 所以再加上香港的蘋果日報 他們的網路收益比 紙張的廣告收益還要高 所以他們紙張就變成保額就好 致力於發展等等 那所以這個東西你廣告要提升要怎麼樣 要流量要高 很多人看 那很多人看的話 東西要多 所以發現喔 罵蘋果日報的東西 登在蘋果日報 尤其一些公民團體 罵蘋果日報的新聞 登在蘋果日報 那這樣子做的話 基本上它衝爆油量 我跟你講啊 今天不是有一個 一個什麼新聞 彎彎跟誰打巴是吧 你知道那一條新聞啊 那條新聞在蘋果日報 視頻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 你知道點閱率多少嗎 據我所說 我如果每次說是差不多二十萬人 二十萬個人點閱 所以基本上網路 網路媒體的經營很多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講其他的非主流 我們以主流商業利益來講 是基於廣告利益 營收的利益 當然未來還會改變 未來的這個所謂的媒介性質 還會再改變 那很多的 包括自由時報 對這時候是比較 比較緩慢一點的 我講話不講比較遲鈍 那基本上 你剛剛講的那個 我們因為礙於時間 跟能力的一些不足 還有那個 基本上這個符合公共選擇 你用的一種說法 也就是說 其實公共選擇理論認為說 理性選民是一種民事 它為什麼是一種民事呢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花很多的時間跟精神 去搞懂公共的議題 我們能夠一下就很厲害了 何況公共議題那麼的廣大 那麼的多元 誰有辦法每一家都花那麼多時間呢 所以基於理性的考量 我們是選擇放棄 放棄它的 那我們會關注它 對多數人來講 都只是呈現自我的價值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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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講一下 這個寶龍斌怎麼樣 講一講 突顯自己存在的某種價值而已 那不是在於全然的 全然的監督媒體 但是啊 這邊我是覺得 基本功還是把它炸死 如果說你能要對於這媒體 有一定的能力的話 我就覺得某些的基本 包括一些基礎的社會科學一些東西 把它炸跟炸出好 那等你慢慢有那個累積到一定的程度的話 你對於媒體表象 看到的表象你可以分析 更 人家不用告訴你 你都可以想到它後面可能是什麼樣的情境嘛 你就可以比較具有解讀媒體的功能 現在好像聽說大學都有解讀媒體的課 因為我有去上播一次 OK 基本功把那個 那至於其他的東西 我都覺得很多時候 真的我們很難去監督 全然的監督 OK 好 因為我們的時間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提問到這邊 那我今天很感謝我們沛森大哥來這邊 跟我們分享他這麼多在現場的經驗 當然他提到很多 在聽到政治 還有媒體生態的這種惡性循環 因為沒有好的血綿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辦法有更好的地方政治 因為我們的樂聽人 使得我們更優質的媒體 沒辦法出現 這其實是個惡性循環 不過當然我們不需要那麼悲觀 當然我們希望 這些改變都是其中的 自己一場生活開始做 就像我們的責務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公民論 我們希望能夠慢慢的培養 公民的一種 一種獨立判斷的能力 它包含我們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 還有獨立媒體學院 他們在提升我們樂聽人 甚至新聞工作人員 他們的一個更深入的心理事務的能力 我相信改變是可以達成的 我相信這也是 瑞森大哥今天和我們分享的一個目的 希望大家能夠帶來更多改變的可能 那我們最後再請瑞森大哥 用一分鐘做一個簡單的創結 當作金先生的指令 基本上是這樣子 包括媒體 包括那個 基本上在所有的一些東西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很難 但是還是可以期待的 包括媒體的素質 那媒體現在我會覺得 媒體的人很多看不下 其實媒體跟政治一樣 都是相互塑造的結果 有什麼樣的視聽者 就有什麼樣的一個媒體 那媒體又來塑造 你大家的視聽者的一個口味 所以南北海開戰怎麼重要 彎彎跟誰打巴比較重要 OK 那其實在某些時候 包括政治這些都是可以期待 就是說你公民素質的一個提高 月律的提高的話 你可以去做列幣 把列幣去做兩面現象改正 那包括連地方政治其實也是這樣子 包括優秀的人才下去 包括選民結構 選民思維的改變 這個可以可不可以達到 很難 但是只能期待 也只能這樣期待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也很重要就是MPONG 好的PONG 就出現的話 更有辦法促成這樣子的一個發展方向 OK 謝謝各位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星期五就到這邊結束